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妈更高兴 哎呀你妈 妈 哎 你看 这个呀是我跟前生妈给家里买的 这个叫洗碗机的升级模块 这个呀 叫次时代蜘蛛仿生擦玻璃鸡犬 这个可老厉害了吗 嗯 来 你看着啊 走你 以后没事你就狗屋就跟他溜 啊 有狗屋跟他溜的 啊 我明白了 妈给家呆的没事 就可递溜电饼称子玩啊 啥电饼称子呀 人家这叫扫地机器人啊 你打住 什么扫地呀 两个条路都没拿 再说他找的也没个人样啊 哎呀你们呢 扫地整个机器人 插玻璃整个机器人 洗碗整个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那个机器人 干脆你们在整个机器吗 我就光像做梦了呗 我快递来了 啊 哎 死老头子 又瞎花钱 你买啥了 我买的那个仙博士 又买仙博士了 就那个牛在身边奶更新鲜 你 我是牛奶呀 快走去吧 你 你是牛奶 你不是牛奶还是奶牛 哎呀 哎呀 你咋了吧 不是 不是我这几天吧 我就觉着觉着我这腰不得劲 啊 完了我上医院看了 给赵地向啊 那大夫最后给我确诊了 说我得的是腰梗 啊 啊 你看腰梗 我听说有脑梗 有心梗 没听说有腰梗 啊 就就是梗上的 你看你看他走道 他你看麦不开腿 你看 你看你看 不行 你得加兴喜吧 我去求求啊 你歇着吧 辛苦了哦 爸爸这这腰梗仰马 啥事都没有 不是 你说你二驴子 你是不是看不出个没眼高低的呀 不咋 大伙好不容易把他哄高净了 你这又闲呗 你这对机器人 你就把他整起研了 那咋的呢 我跟钱淑芬往家里买东西不行啊 不是你你 哎呀 你们是真不明白你妈咋想的 你想让你妈搞凶吗 想 打现在开始 必须严格执行我的指令 一会你妈回来 你们就往沙发上一躺 大脸操天 赶别让 掉了也不去捡 油瓶子倒了也不 一定要把这个好业务老体现得非常明显 没活也给你妈找点活 一定要把你妈气得喊喽气喘 爸 混过妈呀 爸 我觉得这是对我妈的一种谋害 你怎么还跟我父亲说话呢 你们俩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明白 来实行我的命令 二明天把你这衣服往地下扔 啊 扬起来落在地下 来来来来 这我妈还没好呢 我爸疯了 对就这么扔 来啊 来 来 小明天把你那你这你这堆东西 来下地下地下地 这咋的 一屋子人还来贼了 这咋成这样啊 你说说 哎 哎 都往去剪呢 你说哎 妈这我没造的 你说 哎呀 哎呀 你说冷一地你说这东西 哎呀 这不埋他吗你说 我还有一句没唱完的 我跟你说啊 天经理啊 我觉得咱们这次抓究有瑕疵 你看啊 咱们这次啊 本来是好不容易挤出了十个车位 是要给那些急需车位的人解决的 我知道 那不僧多舟少吗 所以采取抓究的形式来分配车位 但是有些不自觉的人啊 有些不自觉的 你看 自己有车位了 还来参加抓究 谁啊 十号 钱志峰啊 对啊 哎 谁让他手就好抓了个十号 咱就得给他个车位 那不行 你看 天经理 十一号 张先生 人家是急需车位的 我知道他们家的情况 他妈妈身体不好 对 每天都要去医院做康复治疗 在小区还没有车位 只能把车停到外面 这样 像物业反了挺多次 但没办法呀 你看手机不好 又没抽着 我跟你说啊 咱得给人家解决了 这次要再不解决的话 咱得得红染马月了 所以我就决定了 把十号 钱志峰的车位 让给十一号张先生 我都已经打电话 通知他们了 钱志峰同意了 同意了 我打了电话 他能不同意吗 没有照顾 啊 啊 你胆挺大呀 怎么呢 那你们家二哥那脾气 你也不是不知道 到时候来闹 那谁整得了他呀 我呀 你能整了他 我当然整得了他呀 我是他姐夫 他对我还是很敬畏的 你别看他同时 跟着你们叽叽大大 我们俩独处的时候 我一回家 我说我回来了 他咔嚓一下 坐在凳里头 没话 哎 赵哥 啊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啊 我真得代表咱们物业 好好感谢你啊 不用啊 就放心吧 但是啊 你二哥真要来闹 你可得出马啊 有我呢 你放心 好 我来了 我是刚才你该说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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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们 哎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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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现在先动 怎么回事啊 抓丘抓车位 我抓的是十号 应该有我的车位吧 对对对 我听说我下去了 十一号上来了 哎 你得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你老看我大姐夫干什么玩儿啊 问你呢 你是不是经理啊 是那个 钱总 你不是有一个车位了吗 我有车位 我再抓一个不行啊 啊 我大姐夫在这呢 我们家多少人呢 我们家多少口人住一个屋啊 一个车位够用吗 你装什么你装啊 你天天到我们家找小米粒去 你不知道我们家多少人哪 解释 你老照顾我大姐夫干什么玩儿啊 不是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田伯伯 这是你必须给我解决 不是那个那个 钱总啊 508号的张先生 确实是有困难 他有困难 跟我还有什么关系 他有困难 我还有困难呢 我手气好 我抓的 有本事他凭他的手气抓去啊 我告诉你田伯伯啊 必须给我解决啊 不给我解决 我明天我就把车我停这儿 不让你没法办公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钱什么人干什么的 二姐夫那是做大生意的人 有本事 你老看我大姐夫干什么你 大姐夫没事啊 你别为难 这事跟你没关系啊 我找的是他 说 二哥 是不是你定的 这事真不是我定的 呦 这田伯伯啊 外表忠厚 内心奸诈啊 我大姐夫打电话都告诉我了 就是你定的 好小子 你还不承认 给我解决啊 赵哥 是这样吗 哎 钱龙啊 要是这样的话我也不瞒你了 说 这事真不是我定的 那是谁 打呼噜这位定的 哎 起来 下班了 下什么班了 你给我回来 我说 我是负责赚钱的呀 你看 在咱们这个家里 你服务 我赚钱 你看咱俩配合得多好 哪里这话说的 我也赚钱呢 没说你不赚钱啊 你赚的慢啊 我赚的快啊 有首歌就是写的咱俩 啥啊 咱们啊 牵一颗 葡萄 阿里 阿能力的感发呀 蜗牛飞着那种种的可呀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我明白 你不是说我是个蜗牛吗 蜗牛 我告诉你 蜗牛爬的再慢 他总有一天 能够爬到树梢上 对 等你爬上葡萄 早就懒了 拿着拿着拿着 自己帮 大姐夫 干啥 让你帮我擦擦皮鞋怎么了 街道林志们 我们家房子的首富谁富的 你听听 我容易吗 我这辈子 我倒霉倒霉你身上了 我跟你说 你这房子首富压了我一辈子 不是大姐夫 你好好擦 我这笔买卖要弹下来 有你的好处 哎 到时候我会越来越富 越来越富 越来越富 我就是咱们家的 越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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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出门啊 赶紧擦啊 哎呀 赵经理 哎 爸 为首富服务呢 你是否要跟人家出去谈个买卖 让我帮他把鞋擦一下 你就这么惯着他吧 你以为你这是为他好呢 你早晚把他给灌出毛病来 为啥呢 为啥 你没看见钱水凤吗 最近是越来越飘越来越堕瑟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为啥呢 他不就是觉得他有俩钱吗 我告诉你这么点啊 一会儿和我演一出戏 为啥呢 为啥咱就板板他这毛病 治治他这脾气 我让他知道知道 在这个家里他到底算老几 行 听我的啊 一会儿无论我说什么 你都得顺着我 明白 千万别问我为什么 明白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这就好办了 为啥呢 会 哎呀这行 反正这事可以吧 那个钢子 我刚才到福利彩票那个 对奖那时候去了 你昨天买一张奖券 中上了二等奖 奖金二十万 我中二十万 对 为啥呢 你点子好 为啥呢为啥呢 不是 自从我做生意以后啊 对钱这个字我听得特别真切 什么二十万 什么奖券我看看 本来岳父说话首富不信哦 岳父说话首富肯定信 哎呀 你出去点什么 别坐了咱蹲着吃吧 蹲着行 来大姐夫蹲蹲蹲蹲蹲 哎 吃 这这么小的一条咸鱼够吃吗 吃 奢侈 看 看一眼咸鱼 吃一口馒头 看一眼咸鱼 吃一口馒头 哎哎哎哎 一半 大姐夫都看半天了 别管他 好死他 给我 那个 二狗子 给啊 哎呦 你是客人 这半老大的是你的 这半老 是我们一家人一天的口粮 哎呀 啊 不还钱还有脸吃馒头 还有海星 还钱 二狗子 二狗子 没事 家里还有吃的呢 那冰箱里有吃的 有什么 有吃的 啊 有吃的呀 冰箱里有糕点 啊 大姐夫 你是让我想象吗 这蛋糕好大呀 不是 那那那冷库里有肉 这是牛肉还是羊肉的 我说你们都过成这样了 那欠钱钱啥事都还上呀 我告诉你二狗子 我们家是要脸面的人 啊 欠钱不还 那那那那那不是我们家干的事 欠钱不还 你不脸红啊 欠钱不还 你不害臊啊 欠钱不还 你还是个人嘛 你还是个人嘛 欠钱不还 真不是人的 你咋那么傻呢 他说你呢 你没听出来吗 别说话 他说你起来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他们呀实话你来借钱 他们骗你呢 跟你演戏呢 我也跟你演戏 你看我这牙 你看 你看 你把牙子都出出来了 啥也是 俩造糊 跟你演戏呢 大姐夫啊 你咋能这样呢 而且二姐夫多实在 也有啥就是啥 你还给我乱装 你欠钱咋那么多呢